老婆的白月光回国那天,她的父母车祸重伤,我打电话告知她这个消息,可满心陪伴白月光的她,竟误以为出车祸的是我的父母,她气急败坏地骂,那是你父母,又不是我父母,伤了送医院,死了送病医管,找我干什么?得知二老需要花费巨额医药费,她恼羞成怒地威胁我,给他们签放弃治疗,不然咱们俩离婚。 事后,为了支持白月光的科研事业,她甚至逼着我将父母的遗体捐赠。于是,她爸妈的尸体被冷冻切片成数千块,放在医学博物馆里做展览。发现真相那天,老婆终于疯了。 证文开始,得知岳父岳母车祸的消息,我急忙赶到医院,望着二老浑身是显迷不醒的模样,我赶紧给老婆柳如烟打电话。但毫不意外地,柳如烟没有接。 今天是我跟柳如烟的结婚纪念日,早约定好让我准备韭菜礼物,庆祝的她,却突然消失了踪影。 我给她打了十几个电话,她都没接。朋友圈的九宫阁照片却发得很热闹。 柳如烟的白月光一腾成回来了,画面中的柳如烟画着精致的妆容,陪一腾成在高档酒店里吃饭。 原本应该在家陪我过结婚纪念日的她,此刻捧着鲜花和蛋糕,靠在另一个男人的肩膀上,笑叶如画。 她还在朋友圈中配上文字,物是人非,人心依旧,我们,永远是我们。 见她不接电话,我只能给她发微信消息。 柳如烟,咱爸妈出车祸了。 速回,直接来医院。 被我多次夺命连环靠的柳如烟,终于爆发了。 她气急败坏地回复我一连串质问的消息。 你有病吧? 你爸妈出车祸,关我什么事? 是我开车撞的吗? 活着送医院,死了送病医馆,找我干什么? 她这是误以为出车祸的人是我爸妈? 可不管是谁,作为小辈,有她这么说话的吗? 我忍住怒气反问她。 你不该来医院看看。 柳如烟给我回来的大大的没空。 原本打算把出事是她爸妈告诉她,可现在,既然她自己不想回来,就不要怪我。 我跟柳如烟是在大学认识的。 当时感觉她是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我还曾无比庆幸地以为,能跟柳如烟相识相爱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可毕业后,面临成家立业的时候,柳如烟和她的父母彻底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吸血鬼。 柳如烟怀孕了,她父母张口要180万的彩礼。 至今我还记得,他们拽着柳如烟仿佛屠宰场牲口似的,扭曲着面容跟我们家讨价还价的样子。 他们直言不讳,180万,买断他们的女儿。 不然,就带着柳如烟去医院打胎。 可我们家哪有钱? 我父母在十八县小县城,开了家小型的杂货铺。 我们家东拼西凑,将杂货铺卖了,亲戚朋友全都借了个遍,才终于凑齐让我们结婚的钱。 当我带着钱回来跟柳家谈判时,却发现他们不在。 邻居告诉我,看到柳家父母拉着柳如烟去医院了。 我急忙赶到医院,还是晚了一步,我和柳如烟的孩子没了。 柳家父母又拉着柳如烟跟我做谈判。 他们笑嘻嘻地说,小的虽然没了,这不是还有大的吗? 还说,只要我愿意把钱给他们,他们就放我和柳如烟结婚,以后还能生孩子。 我还记得,当我沉浸在失去孩子的悲痛中时,柳家父母拿到银行卡,露出的笑容,是那么刺眼可憎。 对此,柳如烟的说辞是,我弟弟想出国定居,还差一百八十万,家里养我这么大,我总要回报点。 他爸妈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没了个金龟婿,找你这种冤头鬼,就算是补偿给我们的。 那时,我还不理解他们的意思,直到我和柳如烟结婚后,才终于发现真相。 在认识我之前,柳如烟曾有个青梅竹马叫一腾成,一家很有钱,原本柳家还做梦利用两人的婚事攀高枝,但有钱人也不是傻子,一眼就看出他们的吸血鬼本性。 一腾成跟家人出国留学去了,柳如烟考上大学并认识了我,我只是他攀不上白月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柳如烟为什么会觉得,出车祸的人是我父母呢?因为两个月前,他爸妈得意,要出国找儿子啊。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清尽一切,送宝贝儿子出国,等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国外认亲,反被儿子赶了回来。 再从机场回家的路上,他们遭遇了车祸。 这何尝不算是一种报应呢? 主治医师是我的同乡曹倩。 当年考大学,曹倩所在的学校跟我们学校在一个地区,所以,我俩也算互相支撑, 一起打拼患难过来的。 曹倩告诉我,岳父岳母的伤势很严重,需要做手术,但手术费却是一笔高昂的支出。 好的情况,以后慢慢恢复能达到生活自理,坏的情况,从此只能坐轮椅,或者变成植物人。 见我失魂落魄,坐在医院走廊内,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说, 到底要不要做手术?你跟家里商量一下吧。 我再次联系柳如烟,告诉他医院里的情况。 柳如烟那边直接命令说,给他们签放弃治疗,你敢拿家里的签给他们做手术,咱们就离婚。 我将我们的聊天记录截图,故作不忍心地说了句, 那毕竟是咱们父母,做手术就能保住命。 下一刻,柳如烟骂了起来,然后呢? 家里的房贷车贷不管了,让我和我父母出去露宿街头。 为了供儿子出国,柳家爸妈早把房子卖了。 婚后坚决不跟公婆住一起的柳如烟,直接把父母接到我们家里,端着架子,坐起了太上皇和太后。 柳如烟又劝我,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恢复不好? 你爸妈以后就是残废植物人,到时候谁来伺候他们? 是你还是我? 吉伯达,我只是嫁进你们家了,不是迈进你们家了。 别指望我当牛做马当保姆,伺候你的父母,怕我不同意。 他又接着说,残废和植物人后续的花销也会很大。 你爸妈年纪这么大了,还折腾他们干什么? 让他们直接死了,不就行了? 何必互相折磨呢? 说不定,还能给咱们赚一笔赔偿款。 他的字里行间,都让我感到深深的冷意。 柳如烟跟我父母的关系是不好。 当初柳家爸妈,拽着他和肚子里的孩子,敲诈彩礼的时候, 我父母就起过一拍两散的念头,觉得他们家人品不行。 柳如烟又是个伏地膜,沾上他们,以后有得受苦。 可我不信,我以为柳如烟是被逼的。 我甚至还天真的以为,只要顺利结婚, 把他从那个水深火热的家里,解救出来就行。 可现在我明白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们根本就是一个货色。 这是你自己选的,别怪我。 我签了放弃治疗的同意书, 医院那边撤掉了呼吸机,岳父岳母当场就死了。 站在太平间的门口,我给柳如烟发短信, 爸妈去了,你还不回来吗? 哪怕送他们最后一程。 柳如烟却回复说,医院那地方有什么好去的? 都是病毒和死人,会气死了。 你自己给他们办葬礼吧。 反正他们从来不认我当儿媳妇, 我也不认他们。 我心中冷笑,是我爸妈不肯认他吗? 明明是他,只要跟我爸妈相处,就挑剔找茬。 我跟柳如烟结婚之后,父母纵然觉得他们家人品不行, 也只能接受这边儿媳妇。 知道柳如烟刚流产,身体不适, 还专门带着老家的土特产来看望他。 可他呢? 他先是嫌弃我父母是小地方来的人, 之后又各种头疼脑热的。 父,跟我父母八字不合,强行把他们赶走。 他试图给我洗脑,说我父母排挤欺负他, 然后不让我跟父母联系。 逢年过节,他笑得春风满面给岳父岳母准备礼物, 但发现我偷偷给爸妈发红包,就要闹得天翻地覆。 我把岳父岳母的遗体留在太平间, 因为心情不好,跑出去喝酒。 在医院门口的大排档里, 我看到一对来城里看望孩子的老夫妻, 衣着朴素,手里拎着土鸡蛋。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爸妈。 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看望爸妈了。 每次说要回去的时候,柳如烟总能想到借口把我留下来。 什么岳父岳母生病了,他不小心扭到脚了。 我不能想象,每次得知我要回家的消息, 都满怀欣喜做准备的爸妈。 在被一次次放了鸽子后,那副失落失望的表情, 他们还得安慰我别放在心上,别惦记家里。 我喝醉了,坐在凳子上流泪。 一个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 曹倩站在那儿,居高临下悲悯地望着我。 我吸了吸鼻子,对他说,我想我爸妈了。 特别想,特别想,我好后悔, 曹倩坐在对面,给我递了个纸巾。 安慰说,你放心吧,叔叔阿姨挺好的, 上次我回家的时候,还去探望过他们呢。 之前过年,我爸妈把他们叫来一起过年, 他们俩就是有点想你了。 有时间,就回去看看他们吧。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心中萌生出一个决定。 等把这里的事处理完,我一定要回家。 媳妇可以不要,但我不能再让爸妈受委屈。 我满心燃烧着烈火,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这时,我又接到柳如烟的短信。 老公,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阿诚之前在国外读的医学博士, 他这次回国要做研究,但缺少大体老师, 能不能把咱爸妈的遗体捐给他? 邑藤诚这个名字,像是我和柳如烟婚姻中的阴影。 柳如烟曾不止一次地追寻着他的身影。 有一次,我俩在逛街, 他远远地看到疑似伊藤诚的身影, 立刻甩下我追了上去。 结果发现空欢喜一场。 见我不高兴,他嘴硬地辩解, 我跟阿诚是朋友, 以为是他,还不能打个招呼了。 后来,伊藤诚的母亲生病住院, 他特意请假, 安前马后宛若孝顺而习式地, 在医院里照顾了人家一个月。 事后 他气急败坏地解释 阿诚在国外 没办法照顾伯母 我作为朋友 就不能帮他照顾一下吗 可轮到我妈重病 差点脑一血 我不过是想带她回去探望一下 她都不耐烦地拒绝 说自己没空 在我们的婚房中 我曾翻到她和易腾城的合影 婚床底下的铁盒子里 藏着他们俩当初的情书 可每次 我因为这事介意吵架 柳如烟总会气得跳脚 嚷嚷着 是你自己心脏 别来诬赖我 现在白月光回来了 她直接连装都不装了 我故作恼怒地质问她 柳如烟 有你这么做儿女的吗 咱们不能花钱给父母治病 已经很不孝了 你居然还想把咱爸妈的遗体捐赠出去 让他们死无全尸 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 你还是不是人了 为了巴结男人 连父母都不要了 当然 看到我这番话 柳如烟更加爆发了 她恼羞成怒地骂 谁巴结男人了 你给我说清楚 我跟阿诚 现在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而已 你父母已经死了 在留着遗体 有什么用 能活过来吗 火化不要花钱吗 丧葬不要花钱吗 再说了 这是舍己为人的大好事啊 你父母 庸庸碌碌废误了一辈子 我把他们的遗体 捐赠给机构 做科学实验 也算带他们 为社会和医学族贡献了 最后 她冲我放狠话 反正我已经答应阿诚了 我这不是在跟你商量 而是通知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我没有你这种思想觉悟低俗 自私自利的丈夫 这也不是柳如烟 第一次跟我闹离婚了 以前不管我们俩有什么矛盾 她总会离婚警告 而我以为能够改变她 以为总有一天 她会彻底收心 跟我过日子 所以对她处处忍让 次次妥协 结果换来的 却是她的变本加厉 如果真是我父母 我就算豁出命 也不会答应 可柳如烟的亲生父母 随便她怎么折腾好了 反正那两公母 也从不给我好脸色 整天吸血鬼似的 占别人便宜 死了给社会 做点贡献也好 所以 我答应了 见我答应 柳如烟立刻欢天喜地起来 她跟我说 一腾成的导师 是国内出了名的医学态斗 因为最近研发的科研项目 缺少大体老师 所以 一腾成才拜托我们 还说 只要我和父母 愿意无私奉献 将来整个医学界 都会感激我们 我寻思着 一腾成刚回国 就算知道导师的项目 缺少大体老师 应该也轮不到 她这个外人操心 八成是想拿着两具尸体 讨好导师而已 最可笑的 要熟柳如烟 居然屁颠屁颠地 把自己父母的遗体奉上 对白月光舔到这种程度 也算绝了 我对她说 捐献遗体 需要我们两个人签字 你什么时候回来 咱们把字签了 柳如烟没有起疑 毕竟现在的她 眼里除了白月光 还能看得到谁呢 她回复说 我现在没时间 我忍不住了 你有病吧 柳如烟 咱爸妈去世 你作为儿女 不该回来送他们最后一程吗 你不签字 我也不签字 捐遗体的事就算了 柳如烟匆匆地说 今天很多朋友知道阿诚回国 特意举办派对为她接风 阿诚喝了点酒 不能开车 我待会儿还要送她回家呢 我这会儿离析怎么行 她最后出注意说 这样吧 你把捐赠同意书送到酒吧 你在门口等我 待会儿打电话 喊我下去签字 我还真把遗体捐赠同意书 送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看起来挺慌的 下楼的时候 还不时望向身后 仿佛担忧自己离开了 一腾成会被欺负似的 我押着捐赠书的上面 露出底下签字的一脚 柳如烟果然没耐心 看清楚资料内容 她毫不犹豫地 在底下签了字 最后 她还不忘嘱咐我 你老家那边 给你爸妈弄个衣冠肿吧 丧葬事宜 我就不回去了 阿诚刚回国 很多事情需要我照应 反正我对你老家也不说 到时候 你随便替我烧点纸就行 呵呵 可真是笑死我了 就是不知道岳父岳母 九泉之下能不能瞑目 我都打听清楚了 按照一腾成 那个团队研究的内容 岳父岳母的尸体 将会被冷冻 将尸体内的水分抽取干净 然后切片处理 这样才能看清楚 人类内部的构造和激励 签字的当天晚上 岳父岳母的遗体 就被拉走了 有几个穿着白大褂 戴着眼镜的人 还对我由衷感谢 处理完岳父岳母的遗体 我回了家 然后就接到柳如烟的短信 阿诚喝醉了 他父母不在家 我得照顾他 你今天晚上得早点休息吧 毕竟明天还要回老家 给公公婆婆送葬了 就别等我了 我不回去了 我回复说 不用了 遗体都没了 还办什么 柳如烟悠怨的哼了一声 你爱办不办 是你自己不想办的 我可没有逼你 还有 我爸妈要从国外回来了 你先把他们的房间 打扫干净 他们回来要住的 对了 你上次不是答应过 要给我和妈妈 买个金手镯的吗 别忘了 我想在妈妈回国后 给她一个惊喜 柳如烟是个孝女 每逢节假日 我不仅要给她 准备红包和礼物 还得连带着她妈妈的一份 她曾不止一次地 搂着柳妈的脖子撒娇 然后说 女人就是要男人宠着的 不管我妈多少岁 在我心里 都是需要礼物的少女 既然我爸不愿意给你 那就让女婿给 有我的一份 也少不了我妈的一份 而柳妈的 笑呵呵的 从来来者不拒 我悠悠地反问 没钱给我爸妈做手术 有钱给你妈买金镯子 柳如烟 做人双标 不要太明显 柳如烟再次爆发了 你什么意思 不想给丈母娘花钱 手术费跟金镯子 能是一回事吗 你爸妈那手术费都多少了 够给我妈买多少金镯子了 不等我回复 她就咄咄逼人地问 放弃治疗 只是我的建议 要不要签字 是你自己选择的 现在是想推到我头上 让你减轻点罪恶感吗 是不是以后 你都要抓着这件事不放 跟我吵架 那我们还不如离婚 我也终于忍无可忍了 直接回复 你想离婚是吧 那就离吧 柳如烟却发了个笑嘻嘻的表情包 得意洋洋地说 现在离婚怎么可以呢 你爸妈车祸那赔偿款 算是咱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吧 我至少要拿一半 哦 她不提我都忘了 原来还有这茬呢 我立刻约见了肇事司机 在警察局里 我义正言辞地表示 可以不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只要她拿钱了事 我就可以出具谅解书 警方见我是女婿的身份 提示说 这位先生 我们查到死者有个儿子和女儿 需要直系亲属来处理 我呕了一声 直接拿出手机说 我小舅子在国外回不来 我老婆是多正忙着 全权交给我处理了 当着他们的面 我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柳如烟恼羞成怒地骂 这点小事 你自己处理不就行了 快点把赔偿款拿到 给我账户打一半 现场的人 面面相去 都被校女震惊了 我冲着他们 无奈地耸了耸肩 你们都听到了吧 最后 我们双方达成协议 肇事司机 赔偿给我们三百万 为什么是三百万呢 因为交警勘察现场发现 主要责任不在肇事司机 而是我那不省心的岳父岳母 是他们在高速公路上 跟出租车为了几块钱的车费掰扯 岳母还气不过 跟出租车司机抢方向盘 才导致出租车撞上对面的大货车 然后对面大货车超载 没来得及刹车 才导致车祸如此严重 拿到三百万以后 我给柳如烟赚了一百五十万 最后跟柳如烟说 我们离婚吧 柳如烟不谢 你父母已经死了 你这时候离婚有什么用 不离婚 你还有我和我爸妈 离了婚 你孤家寡人 到时候 别笑子没做成 再哭着回来求我 我悠悠地呕了一声 说 谁说我孤家寡人了 我准备回家 把我爸妈接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家团聚 开心幸福着呢 至于你 谢谢你给我这一百五十万赔偿款啊 算我给你爸妈处理后事的辛苦费了 你之前说的真对 老不死的 赚不了钱帮我们 还不如早点死了 别拖小辈的后腿 现在你爸妈死了 还能给我们大赚一笔 九泉之下 他们也能安息了 柳如烟那边彻底震惊了 隔了很久 他的电话打来了 像最初我焦急寻找他一样 我挂断了他的电话 柳如烟又打来 接连打了十几次 他终于崩溃的对我发语音 几博打 你在骗我 对不对 我爸妈怎么可能出事 出车祸的明明是你爸妈 我反问 我爸妈跟你爸妈有什么不一样 我爸妈做手术花钱 你爸妈不用 你让我爸妈捐献医体做奉献 轮到自己就不想奉献了 柳如烟就像疯了似的 嘶吼着重复 不可能 我喝了一声 悠悠地回复他 咱们结婚了 就像你爸妈以前说的 女婿就是半个 我叫他们一声 爸妈不过分吧 也是你说的 爸妈的赔偿款 算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离了婚 你分我一半 也不过分吧 柳小姐 你看什么时候 把离婚协议签了 当天晚上 柳如烟终于舍得回家了 跟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他的白月光伊藤城 柳如烟刚回到家 就开始砸东西 我没有阻止他 冷眼旁观看着他发挥 直到他筋疲力尽 将目光看向我 他通红着眼睛逼近我 抓着我的衣领 你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救我爸妈 你就是故意的 我扯开他的手 冷喝一声 柳如烟 这不都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你怪我 你早干嘛去了 柳如烟泪如雨下 原本精致的妆容 都被枯花了 他额头青睛抱起 声音颤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是我爸妈 我爸妈他们 我好心地提醒他 岳父岳母 虽然伤得很重 但只要做手术 肯定能保住一条命 听说他们发生车祸的时候 还在昏迷中 叫着你的名字呢 可是能怎么办呢 那时候你忙 要陪着好不容易 从国外回来的老情人 还不肯 花钱给他们医治 你忘了 是你逼着我 千放弃治疗的哦 柳如烟嚎啕大哭 拼命地捂着耳朵 别说了 我对他非常同情 又继续说 岳父岳母死后 我叫你去医院 送他们最后一程 可你不愿意 嫌医院病人和死人多晦气 最后 还是我这个 他们从来看不上眼的女婿 送了他们最后一程 也算是替你尽孝了 对了 听说你爸妈的遗体 被捐赠后 在医学博物馆展览呢 你现在想去看他们的话 应该还来得及 柳如烟再也承受不住 扑上来想打我 但我握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一推 将他摔倒在地 我望着他的目光 开始冷冽起来 柳如烟 没想到吧 死的是你父母 不是我父母哦 你把自己父母捧在手心 叫我爸妈踩在烂你脸 可谁不是父母生养的呢 你在逼我放弃治疗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 你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道德绑架我时 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 你之所以心痛 不过是因为 死的是你爸妈而已 柳如烟直接气血攻心昏倒了 我和一腾成将他送到医院 医院中 柳如烟终于清醒过来 开始拿起手机 搜索车祸的新闻 看到岳父岳母现场的照片 泪如雨下 一腾成皱紧眉头 来了剧 季先生 不管你和柳如烟感情如何 都不该这样骗他 那毕竟是他父母 我疑惑地压了一声 我说兄弟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呢 之前拉着柳如烟 陪你吃饭开派对的时候 就没觉得有问题 你还试图让柳如烟 逼我捐赠父母的遗体呢 就算你俩真是普通朋友 就算出事的人真是我父母 知道柳如烟的公婆出事了 第一反应不是劝他回家 而是拉着他继续喝酒 劝他捐公婆的遗体给你 一腾成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我又继续说 为医学研究做贡献吗 谁的尸体不是尸体 就算是柳如烟父母 你不也用得挺顺手吗 一腾成那副假惺惺的表情 终于撑不住了 他最终恼羞成怒的辩解 是柳如烟自己问的 也是他主动要帮我忙的 我可没有劝他捐一体 我哈了一声 直接拍手鼓掌 你看现在 你得到了科研标本 我得到了自己应得的赔偿款 还不用花费心思 给岳父岳母举办葬礼 而柳如烟也舔到了他想舔的人 这叫一箭三雕 不正好是皆大欢喜 这番话 又戳了柳如烟的小心肝 他悲愤地哀嚎一声 冲着我怒吼 滚 他望着我的目光满是仇恨 你想甩开我 带你父母过好日子是吗 别做梦了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害死了我爸妈 我也不会让你爸妈好过 我不会离婚的 你们全家 等着跟我一起下地狱 我喝了一声 将离婚协议书丢在他面前 不是你一直闹离婚吗 你现在说不想离 就不离 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咱们好聚好散 不然的话 就法庭见吧 柳如烟非但不愿意签字离婚 还直接报了警 他说 我是故意告诉他父母的 还说 我是故意把他父母一体 捐给研究机构的 可我多无辜啊 面对指控 我直接将我们的聊天记录 和通话录音放出来 柳如烟 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怎么能怨我呢 然后 柳如烟又闹着 让我归还那一半的赔偿款 我又笑眯眯地拿出录音 是你自己说的 夫妻财产分一半 我的财产是共同财产 你的不分是吧 柳如烟彻底哑口无言了 岳父岳母 遗体做成的标本展示那天 还特意邀请我和柳如烟 作为家属观看 现场 一腾成的导师 紧紧地握着我和柳如烟的手 表示感谢 说我们为科研事业 无私奉献 我是挺自豪的 但柳如烟看到被冷冻抽干 切成一片片 早已辨别不出的父母遗体 都快疯了 她哭嚎着扑向玻璃展柜 但被现场的工作人员 给拦了下来 媒体拍到这有趣的画面 瞬间上了新闻热搜 当天晚上 我写了篇生情并茂的小作文 在小作文里 我说结婚纪念日那天 我的老婆柳如烟 发生车祸 我怎么都联系不到她 好不容易联系到了 她却让我放弃治疗 事后还为了成全白月光的科研项目 逼着我将岳父岳母的遗体 捐给她所在的研究机构 网友也不是傻子 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于是铺天盖地的嘲讽 向柳如烟袭来 不拿公婆当人看 怎么轮到自己父母身上 就开始哭了 双标完得真溜 这儿媳妇真恶毒 一看这男的就是故意的 不过也算这女的旧游自取 就是可怜了两位老人家 沦为矛盾牺牲品 原本大家对柳家父母还挺同情 但伴随着案件的展开 网友更加一边倒地支持我 那俩老不死的 有什么可同情的 靠卖闺女把儿子送到国外 去探亲 被儿子从国外赶回来的 听说他们 之所以会发生车祸 就是因为老太太不想给车钱 抢出租车司机的方向盘 这不是做死活该吗 这女的也是拎不清 被父母卖了 还帮他们数钱 这男的碰上这么一家 也是倒霉透了 哼哼 是很倒霉 但现在我幡然醒悟了 我把离婚协议书和律师函 一起发给柳如燕 是直接签字离婚 还是对不公堂 你自己选 就在我跟柳如燕的离婚官司 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柳如燕那不成器的弟弟回来了 他当然不是来调咽父母的 而是来争遗产的 他去报警 说我侵占了他父母的车祸赔偿款 我挑了挑眉 要不谈一下 当年我给你们家的那一百八十万彩礼 那些钱全被你拿去了吧 从我手上扣不到钱 他就开始给柳如燕上压力 柳如燕手上的钱 全被他抢走了 不仅如此 他还装成孝子贤孙的模样 在父母的灵堂前 披麻带笑 找柳如燕的麻烦 将他打得遍体鳞伤 爆出来的视频中 柳如燕发出阵阵惨叫 一路爬着 躲进父母的灵堂底下 嘴里还喊着一腾成的名字 然而 一腾成又怎么会理他呢 由于身陷丑闻 一腾成直接跟他划清界限 面对媒体的采访 姨妈丝毫不掩饰 对柳如燕的嫌弃 那女的就是个伏地魔 一家子都是见钱眼开的货 当年我们家就是看出这点 才反对 他们来往的 我儿子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高材生 怎么可能看上他 而一腾成 也对着媒体的镜头撇清 我跟柳如燕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做的那些 都是他自己主动的 我其实 在国外已经有了 门当户对的女朋友了 这下 柳如燕彻底成为笑柄 被家人背刺 白月光抛弃的可怜虫 那天 我把父母接过来团聚 顺带叫上了曹倩来家里吃饭 暴风雨夜 柳如燕从外面回来了 他冻得瑟瑟发抖 满身狼狈的落汤鸡 看到我们一家 其乐融融的情景 他的眼泪瞬间落了下来 甚至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 老公 我错了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你对我才是最好的 你原谅我吧 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会孝顺公婆 我会好好爱你 我不会再想着任何人了 我现在走投无路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如果连你也不要我 那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而我居高临下地望着他 冷喝一声 柳如燕 这天下间 不是所有的错误 都能被原谅的 你过往的所作所为 已经透支了 我对你所有的爱意 我现在只想跟你分开 快点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吧 被我赶出家门以后 柳如燕死了 警方在大河中 发现了他的尸体 据当晚的监控 柳如燕从家里出来以后 一个人在大雨中徘徊很久 最终来到跨江大桥上 迟出发呆 他先是悲哀地笑了一阵 又发出凄厉的哭声 最后从大桥上一跃而下 柳如燕死后 他的弟弟和弟妹 拒绝为他收尸 还骂他是害死父母的不孝女 至于柳如燕的那位白月光 更加不敢露头 为了跟柳如燕撇清关系 甚至在柳如燕跳河自杀的当天 对外宣布 自己和女朋友的婚期 最后 还是我给柳如燕收了尸 毕竟在他死前 我俩离婚证还没办下来 我还算是他的家属 所以有绝对的权利 处置他的尸体 我把柳如燕的遗体也捐了 像他的父母一样 被冷冻切片成数千块 他遗体做成的标本 就摆在柳家父母旁边 一家子整整齐齐 也算在九泉之下团聚了 柳如燕死后 我彻底恢复了自由 我将父母接到身边团聚 想好好孝顺补偿他们 曹倩向我表白了 原来他早就喜欢我 只是以前我和柳如燕还没离婚 他就只能将这段感情放在心里 默默地对我好 父母一脸笑意地告诉我 人家姑娘心正 在你不在的时候 经常去看望我们 一看就是个好媳妇 我和曹倩结婚了 婚后 我们的日子幸福美满 曹倩是个温柔好脾气三观正的女人 对我的父母也好 当然 头套抱里 我也一样孝顺她的父母 过年时 我将曹家父母接来一起过年 席间 我爸妈和曹家父母 一个劲地夸我和曹倩 最后 我不好意思地说 这有什么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什么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 既然我跟曹倩结了婚 那就是我们共同的父母 不该区别对待 当天晚上 曹倩还告诉我 一个好消息 她怀孕了 以后 我们一家玩玩整整 开始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